新月幸福乐 你是宇宙万有下唯一的唯一 也只有你才被赋予追求人生课题的能力 你劝缺的只是练习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乐来练习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然后今天呢很开心的邀请到那个我们最厉害的主持人 那个宇舍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新书 瑜伽禅定灵修一段不可思议的能量旅程 来那个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安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宇舍好久没有来到节目当中跟安老师一起在节目当中介绍我的新书了 对啊 那个怎么会想要出这样的一本书呢 我的书其实它的主軸一直都是跟灵修有很大的关系 除了塔罗牌书之外 其实我出版的六本书都是跟瑜伽 都跟灵修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后期我在修炼灵修的过程当中 因为接到了瑜伽的这个脉络 那后来发现说 其实瑜伽跟灵修他的 同理信息是非常非常高的 他不是只有谈鬼神 其实他跟一个人内在的修炼 不管是在灵性上的修炼 或者是在比较层次 比较高层次的那个部分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那其实这两个最大的相同点在于是 入门都是以身体为主要的修炼方法 那后期因为修了就是练瑜伽十五年嘛 然后后来发现说 其实他后来到最后的源头 其实都是很类似 都是在练气 对啊 后来我就把我的练瑜伽的这个过程 把它写成这一本 瑜伽禅定领修一段不可思议的能量旅程 对啊 那那个就是你现在开始就是已经教瑜伽 教几年了 四年了 哦四年了 很快哦 对啊 那时间过得好快 那那个就是就是我觉得大家很好奇的说 那个到底比如说你现在是把瑜伽跟修 就是那个禅修把它就是结合在一起 然后可能听众会很好奇的说 诶那个是是要先练好瑜伽再去做禅修 还是说他他有一些有一些层次的步骤呢 嗯哼 哦 我想先分享一段故事 那其实那个故事是这本书 他会成书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是 其实这个故事其实在我的书里面就有谈到了 就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呢 我到泰国的西伯拉达去学一个月的瑜伽 给他失之营 嗯 那那那个月当中吧 第二个礼拜左右吧 都突然有一天晚上就是我没办法好好的入睡 然后到大概12点到2点我就起床 然后就觉得说身上的那个气很充足 然后我根本没办法睡觉 那我必须要盘坐 然后一直等气消下去之后 我才能够再躺下去 然后后来他就连续发生了 大概第二个晚上第三个晚上之后 我就觉得说诶这种状况 其实这个就在领修当中 我们把它称之叫做气动或是领动那样子 那这种状况其实在我身上已经不太会再发生 可是我一直在想说 是不是因为每天在练那个瑜伽 四个小时 每天都要练四个小时 然后在吃素 然后打坐 因为不断不断再重复这些身体很纯净的修炼 所以又把这个很纯净的能量把它打开了 那我就一直在想说这个问题到底是 我当然那时候就觉得说 竟然我已经花钱来到了泰国 要跟印度老师 雪瑜加他们都已经练了四十几年了 那当然你就会想把这个问题丢给这些印度人 看看他们这些印度老师 就是怎么来看待我们 我身上的这个所谓的气动或是领动的现象 这是我当时最主要的目的 那后来我就跟我们老师聊到这个问题 那他都印度人讲英文嘛 然后他听了大概前面之后呢 他就摇摇手啊 就跟我讲说 It's ok 然后他就说这个问题 其实我知道你到底要讲什么了 那他就没有再讲 他就没有再想要继续聊下去的意思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其实这个就是在瑜伽里面 他就是困达尼尼 他说这个就是困达尼尼的能量觉醒了 然后他说其实练瑜伽的人到后面 都会有这种的状况 他说这个只是一个身体的反应 那重点是你要把这个力量带去哪里 他说这个才是修炼瑜伽 或是每个人最主要的人生课题 就是你到底要把这个力量带去哪里 那他所讲这个力量不是说 你要通灵通鬼通神通神不是 他是说当你能量觉醒之后 你要做的什么事情 他会很快的开展出来 他会很快很快的翻转 非常的快速 那他说重点是 这个是要靠人的智慧去思考 说那你要把这个力量带去哪里 你想做好事想做坏事 你要往哪方面更加的精进 他说这个是靠你去思考的 然后后来我当时替我翻译的是一个日本老师 然后他学瑜伽也快20年了 他教瑜伽10年 然后他就跟我说 其实他会讲八国的语言 他会讲日本人 他讲英文 泰文什么都会讲 讲八国语言 然后他就说 当昆达尼尼这种能量觉醒之后 身体所有的那种觉知都会打开 那你要做什么 你要学什么 他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你是人生会大要进就对了 然后他说 虽然他不知道我的 他的现象是不是昆达尼尼觉醒 但是他很确定 就是他学瑜伽之后 他的很多的能量是打开的 然后他做很多事情是非常的快速的 就是思考也是非常快速 然后他也不会去犹豫很多 他就说这个要做 就是直觉来就开始做这些事情 那后来我听到他的解释之后 其实有那句话 真的就答醒我了 就是你到底要把人生带去哪里 你到底要把这个power带去哪里 这个又回到灵修的那个问题了 就是很多人说灵修就是要接主神啊 接灵脉啊 然后要斩腰出魔嘛 然后要斩腰出魔 对对对对 就是到 要服务众生就对了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一套的SOP嘛 但是你看人家瑜伽 已经在印度五千年了 那他们最后的修炼的答案就是 你自己决定你自己该怎么做嘛 就是你把自己的这个身体 修炼到非常的纯净 那你自己可以决定 你的人生该怎么过嘛 那后来我就觉得说 这个论点其实是我这本书 就是一段不可思议的 能量旅程这本书主要的重点 就是你到底修炼了 当然是从身体做起 那重点是修炼完之后 下一步其实只有你自己才有答案 嗯哼嗯哼是 所以一般人如果那个这一个火没有 这肯塔尼尼没有出来的话 他会不会就就不太清楚自己自己要到哪里 这样子 嗯我觉得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跟我跟印度老师谈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不只是修行人嘛 不管是瑜伽或是领修人都一样 呃存在的意义跟你到底在人生当中 你扮演的角色到底要做什么 我相信这个不是只是修行而已 是每个的人生的课题 我觉得呃人在35岁之前 会去思考我未来要做什么 嗯 那人过了35岁之后就会去思考说 到底我在做什么 嗯哼 因为人生可能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嘛 就觉得就是我到底在忙什么呢 我到底为什么在付出呢 这个可能就35岁过后的人会去思考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只是修行 不只是瑜伽而且是每个人的人生课题 嗯哼 那可不可以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因为你在就是各章节都会有 比如说一个主题 然后一个呃就是宜家的建议的这些知识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听众朋友来来讲说 诶也许初学者是这样子 或是他可能就像你说 诶要寻求内在的瓶颈 搞不好就是呃用用这个比较比较那个特 就是很厉害的导力的方式 诶这个这个这个是什么 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来谈这个部分呢 呃在我的书的前沿当中 我有写写一句话 就是其实在呃不管是你在修炼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呃意境经啊或是气功瑜伽灵修 或是身心灵的这种课程都一样哦 嗯就是你你必须要完全完全的投入 那当时在完全投入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放空 嗯所以放空就是你不能够去期待说 我练了这个他可以可以带给我什么 嗯就是像我自己开三三年多四年那样子 我看了很多很多学生他们可能是看到我的书来 看到我的YouTube看到我的脸书来来找我上课 嗯那他们的心中就有一个既定的印象 认为说啊我就是跟宇舍一样 我可能就是跟他可能会跟母娘对话跟神明对话 那我就是跟他一样可以什么下神如何又如何 嗯那其实这个在瑜伽的这个勃且凡歌里面 其实就讲了这是其实这是一个愚人 就是一个不是那么聪明的人的想法 嗯也就是因为你有期待 所以你就会一定有所失落 那如果你希望有开启这种秘气经验好了 你希望有这种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神秘经验 嗯你必须要只活在那个当下 因为只有那个当下他才可以贯穿你所有所有的能量 因为昆达尼的能量或是所有的原神的能量 它是它是无念无欲的 就是你必须要完全的进空 然后专注在你的身体当中 嗯那么你的那种内在能量它自然就会启发 那你如果过多的欲望 其实你什么都没办法达到 那这是第一点 那再一个就是在修炼瑜伽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最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千万不能够因为书上或是网路上的怎么说 那你就会说啊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 其实你必须要跟你自己的声音做连结 就是说你今天去上一堂课 那我这句话我常跟我学生讲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信心上个半年 那你不要去报名它 你真的不要浪费那个时间跟那个金钱 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你花那个钱跟时间 其实你最后只得到就是 哦原来这个不适合我 那如果你必须觉得说 哦那我必须先下定决心 我要先练个半年 不管我喜不喜欢它 我先练个半年 等半年之后我再想 那如果你过了那个半年之后 下一个人生 就是八个月到一年了 那你这样才能够累积你的 你的这种身体的能量嘛 是 所以刚才你问我那个问题就是 我想要借这个问题来回答 所有的读者问题就是 其实看书或是看网站 其实那都是假的 最主要就是你 能不能够给自己一个时间 就是八个月半年 然后下定决心去学它 那老师怎么教你就怎么做 老师怎么教你就怎么做 然后不要有过多的欲望 说我跟老师一样 我跟谁一样 那其实那个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 嗯 所以就像比如说 那个假设比如说 我们看到第15章节说 身心合一的喜悦 哦就看到有那个拜月事 所以这个 就不一定它会成这个目标嘛 但是它可以往这个目标走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在这个书的编排上面 其实这些的体会法 它没有循序渐进啊 它就是完全是按照我的书里面的故事 然后把它揭露下来 那其实我觉得这些的体会法 你当然可以选择 你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像八月事啊 就非常简单嘛 那单脚祈祷 可能就对一般人来讲 其实也不算困难 那你可以慢慢去练 那其实它 它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步骤 最主要是你在练的时候 然后你有没有专注在你的呼吸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练 你在练瑜伽的时候 有没有专注你的呼吸 那其他的部分 你就选择你觉得你可以练的 那那当然如果有更好的老师可以知道 那那是最棒的 嗯 对啊那个我觉得那个 呃 参与瑜伽的那个瑜伽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愉快喜业的 哈哈哈哈 其实 其实来上我的瑜伽课 是非常的艰辛的 哈哈哈哈 不是啊 心里啊 就是大家想要得到这个 喜业瑜的 所以才去的啊 因为你知道吗 我觉得 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 我们带着这个 这个肉体 或是这样 都沉重的去 然后被你这样 这样那个什么 煎熬一下 搞不好回去都会很开心的睡觉 哈哈 我相信所有所有的喜悦 都一定是在艰辛背后发生的 你没有 觉得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嘛 就是你为什么觉得生日很快乐 就是因为你付出一整年嘛 所以那天可以吃蛋糕 如果你每天吃蛋糕 就不会觉得很喜悦啊 哈哈哈哈 哪一店瑜伽也是嘛 就是我常听到学生说 嗯 原来他来上我瑜伽课 才知道什么叫瑜伽 我常听到说 哦就是上我一堂课 可以抵别人大概五堂课 就是非常非常辛苦 我记得 有一次我一个香港的朋友 那他就我们就出去玩 然后他因为他是香港人嘛 他老师是印度的瑜伽 什么比赛冠军什么之类的吧 然后他就 他上瑜伽就非常的超 那有一次我就想说 好吧那反正我在西法兰达 老师也是印度老师嘛 那我来听我感受看看你的教法是什么 然后他就在饭店教我 就是那些上那个瑜伽课 那后来我只做一个简单的拜日式 然后就是真的是让我就是 那个心里面很多的那个 么么么跟脏话都跑出来哦 就一个简单的拜日式 一轮 他就是一轮而已哦 就那么简单 然后累到我真的是满身大汗 然后我就 就是不行哦 因为光是一个拜日式 就做了大概四十几分钟 一套而已哦 对 那我就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这个才是真正的瑜伽 然后我听到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有点愣住 我就说哇原来瑜伽是这么的超哦 然后他说 他的意思是说 瑜伽不是只有那种很轻松 在那边折折折头啊 折折脚啊这样子 或者说放松啊什么之类的 他说其实瑜伽 其实他很多很多的层次 你光是引导学生去注意一个简单的 比如说站直前腕 或是坐直前腕好了 就这么简单一个动作 你要引导他 或是你要提醒他地方 非常非常多 那他说其实很多人只重视 那个表面的形象 但是内在那个很细致的部分呢 比如说后脚跟有没有往前踹啊 膝盖后面 尾中续有没有向下压 臀部有没有夹紧 身体有没有向前延伸 腹部有没有收进去 头有没有延伸 然后颈椎有没有放松 他说光是一套 你可以讲好几个口令哦 他说其实很忙 就是练瑜伽是很多很多的细部的 对 然后后来 当然我上他一次课之后 我才真正又更加了解说 其实瑜伽 你要去观察的地方非常多 所以像我自己的瑜伽课 我把它叫做深层内观瑜伽 就是其实你要去内观 你自己的身体的每一个脉络 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瑜伽的力量 而不是只是 就是就像就像我之前在 我自己的节目我也在讲这本书嘛 我就讲说其实很多人以为说 我在脸书上看人家做那种很美美的姿势啊 然后老师做个muscle啊 然后女生就做好像在跳舞一样 我觉得那个不是瑜伽 那个就是一个杂技团而已哦 就是这个很内在的部分 对啊 很内在的部分不是从 是没办法从照片看出来的啦 我只这样觉得 嗯哼 那很多人如果做不到的话 你都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怎么鼓励呢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很多的学生他做不到 那其实我常讲的那句话就是 其实你很棒了 就你很棒了 当然我觉得说 因为每一个人一定有那个身体上的临界点嘛 就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时期临界点 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就是我在像一般人在做那种坐着 然后双脚抱小腿 就是等于是像婴儿那样子 坐着然后膝盖靠近额头 抱住小腿 这动作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坐着 然后那个双脚屈膝抱着 很简单 但是我在三年前刚开始教瑜伽的时候 我的头是没有办法碰到我的膝盖的 是完全没办法碰的 就是这么简单 只是抱住小腿 我头就没办法放到膝盖 但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教瑜伽了 嗯 然后那时候我一旦会比较自责 哎我已经在教瑜伽 可是怎么连这种这么简单 额头碰膝盖就没有办法 那我后来跟自己讲说 没关系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体上的局限嘛 然后反正我就是 这个不行我可以做别的 那像那种就是跪着 跪着然后臀部放在 那个膝盖 就是后脚跟上面 我的头就没办法放地板了 就这个动作对很多人很简单 只要跪着 然后趴在地上 其实我的头就没办法放地板 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 那后来我开始练瑜伽到现在 其实已经过了四年了嘛 教瑜伽四年 这个动作对我来讲其实很简单 我都可以做得到了 就是以前做不到的 现在都做得到了 那代表是因为身体 它还没有记忆到你想做的那个动作 当身体它没有办法记忆储存 你想做那个动作的时候 那你就必须要用时间跟耐心 好好地陪伴它 就跟生小朋友是一样的 需要九个月的时间 那像我看很多人在做瑜伽 我书里面讲的一个故事嘛 就是我有一个学生 他在做一个动作 他非常简单 那就是把另外一只脚放在另外一只脚上面 然后就是蹲锡 然后垫脚合展式 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那他做不到 他就是做不到 他的就是 他就是很难做 然后他就是满身大汗 然后我就说 其实你很棒了 你已经很棒了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他 你已经看到一个学生很努力了 其实这个已经是很难得了 那后来我们要再做另外一个动作的时候 他也还做不到 那我就说 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你可以休息了 那后来他一躺着大休息的时候呢 他就狂哭了 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那一直哭 我当然知道他就是因为自责 他自己为什么做不到 做不到 然后他就跟我说 因为他 因为他比较胖 然后他就说 他的 他的 就是 他好像减肥遇到一个临界点了 然后生命也遇到一个临界点 那但是他也觉得说 那为什么瑜伽也遇到一个临界点 他没办法突破 然后他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对我而言 我当然后来就说 那你可以选择继续哭 你可以选择自己流泪没有关系 那只要你觉得什么样的 让你觉得最舒服就好了 那后来他哭完之后 我就说 哭的过程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知道 你很努力就够了 很努力就够了 所以我想要 跟很多的学员讲说 记得千万不要跟人家比较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是瑜伽老师 记得勤用你最棒 你已经很好了 可以了 然后就是这样子就很棒了 类似这种话来鼓励学生 其实每一个人最后的那种发展 是很多人他没办法预期到的 我看你这本书就特别是标榜 就是以身体为师 这个概念来 来让大家可以就是遵循 我们这个肉体的经验 但是你知道吗 当然是真是朝瑜伽的这个概念来讲 但是我们讲比较俗 就是一般俗就是那个 嗣俗的 那如果以这样的一个为题 那如果比如说自己爱吃什么东西的话 也必须要去内观它吗 还是怎么样 在吃的这个部分 在瑜伽里面 其实当然会吃素会比较好 那其实真正的像我们在吃的时候 就会谈到一个议题叫做断食 那其实真正的断食不是说完全不吃 所谓的真正断食是指 当你知道你该吃的时候你会选择吃 而同时当你觉得你不该吃的时候 你又选择不吃 那这个比你吃什么 是更难去克服的 也就是说我纯吃素 其实那个不困难 现在素食主跟昏的没有两样 所以你要吃到 像很多我看很多人吃素食吃的 就是非常胖也很多 所以吃素跟吃昏 那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能够吃到你的身体 跟你的心都适合它刚刚好的 这种饮食是非常非常的很难的 比如我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像在吃这个部分好了 比如说当你很饿的时候 你到一间buffet的餐厅去 那你可以耐住这种 你可以跟饥饿陪伴 然后去观察你的所有的食物当中 什么东西可以吃 什么东西不可以吃 我说所谓可吃跟不可吃 是指你现在的身体的年纪 比如说你老啦 反正你就可以自己会去观察 那如果你自己都不了解 那你就是只是被欲望牵着走 那如果你陪伴了这个饥饿 你观察一轮之后 你发现这个东西我可以吃 这个东西我不可以吃 那你去节选你可以吃的 那不可以吃的部分 但是你很想吃 你去看到这个部分 其实你已经活在这个当下了 我知道我很想吃这个鸡腿 但是我不可以吃它 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你有做这个拉扯 其实它就已经在修行了 那所以在瑜伽当中也是 就是当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当然它瑜伽有分嘛 就是鸡性月性变性这些的食物 那你在吃的过程中 你有没有去观察到说 你现在身体的是太抗净吗 那你是不是可以吃什么 那你是不是太堕落了 或者你心里太多的沉浮的压力了 那你可以吃什么 让你比较好一点点 其实你去观察你的身体的能量 去选择你试着吃了什么东西 其实这个反而是瑜伽里面 很重要一个课题 就是你不是为了吃而吃 而是为了需要而吃 而这个需要其实是要靠观照而来的 是对啊你知道吗我突然觉得那个 因为好久没有跟宇舍这样那个访问 突然觉得那个宇舍在在广播的这个 这个那个内在的那个涌动的力量 真的是越来越强大了你知道吗 哦怎么说呢 没有就就感觉到你气很足 以前没有反问几集就好像 就是换句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呢 那个要就是从身体为师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要好好来阅读这一本 瑜伽禅定灵修一段不可思议的能量旅程 谢谢那个宇舍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谢谢 谢谢 谢谢